画面中是基隆市长谢国良与立法委员赖湘林互赠伴手里表达基隆人的热情 非常开心赖湘林委员造访基隆市府 那我跟副市长邱佩玲副市长都非常开心他能够到来 那我也邀请了他4月份可以来基隆吃吃在地好的寿司 因为大家都知道寿司不但是国良家庭的喜好 也是我们未来要推动福祉的产业之一 这次赖委员拜访基隆市长谢国良对于四街公投未来走向跟委员交流意见 针对了这个四街公投的未来的一个走向 因为赖委员非常关心 我也跟他报告基隆市府认为说 有很多地方自治事项是应当可以给基隆市民公投 也是属于我们地方自治的一个权利的一部分 我也特别就这个部分来跟他说明 那这个也希望未来我们跟赖委员的办公室 能够就地方的发展 基隆捷运还有四街公投能够有更多的交流跟讨论 希望双方能够更多一份的合作 谢市长在这个入主基隆市府之后 那最先迎向的就是尊重民意 那这样的一个心态还有他的这个高度 我是高度的支持的 当然是今天也就叫了谢市长之后 我也会继续的支持 我们能够让公投在这个基隆能够落实 还权于民 然后也让民意展现出来 毕竟这个地方的自治事项 不是只有中央说的算 因为照法规上面来讲 我们基隆市民当然有权利为我们的家园 还有我们的海岸环境 做出我们的这个公投的决定 不是内政部一直公文就要否决 那另外刚刚谢市长提到这个基隆捷运的事情 我想过去这个柯市长也对于这个基隆捷运的政策 多所反复 提出很多他的质疑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听到这个整个筹签的经费 从17亿要暴涨到53亿 我真的是替我们基隆市的财政捏把人 如果这样 我觉得中央你要不就全力的支持经费 你怎么会让一个我们的这个地方政府 要自己去想办法筹筹筹财源 这是不对的 那第二个你又说这个 因为是经过这个地方 所以钱的地方要要粗一点 那我刚刚就讲说 那如果这个海岸是我们基隆市的 那我们基隆市民不能共投吗 这不是两套标准 所以我想民进长职责一直是两套标准 这是我们在国会非常看不惯的地方 所以只要谢市长有什么样需要在中央或国会 需要我们帮忙我们一定会全力来合作 基隆市长谢国良感谢立法委员赖湘林这次来访基隆 希望委员在中央持续为基隆来发声争取福利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